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 血色的夕阳将大地染成了一片诡异的红色 在信州鬼面村的末放水车上 恶然出现了一具美丽女子的尸体 一段伤感无望的爱情 一场豪门大足的阴谋就此隐匿其行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这部日本推理电影 《多罗伟伴内鬼面村惨剧》 电影的女主羽公千寻 是信州鬼面村豪祖羽公家的长女 这天千寻特意从东京返回了老家 参加二妹真丽子的婚礼 当她走进村子时 一个脸上带着伤疤的画甲 不禁多看了千寻几眼 甚至当千寻回到家后 发现那个画甲也尾随而来 看到自己被千寻发现后 那人这才立刻逃离了此地 就在千寻的二妹真丽子婚礼的前夜 父亲刚葬招快了一场家族的会议 他在会上隆隆宣布 因为自己只有四个女儿没有男性子嗣 因此他决定 将二女儿真丽子的丈夫照为陆罪女婿 将来掌管羽公家的一切产业 按说这件事 本来应该是大女儿千寻的权利和义务 但千寻在东京有自己的事业 并且暂时也不想结婚 因此他很乐意看到妹妹和妹夫 能够担负起羽公家的重任 并且陆罪女婿也是羽公家族 几代人的传统 千寻的父亲刚葬 当年就是和羽公家的独女 祭代结婚 陆罪到此 后来祭代死于一场刑事案件 肛葬这才又迎娶了一位美丽的妻子 葛姜 在肛葬的四个女儿中 只有最小的女儿小玲 是她和葛姜所生 前面的三个女儿 千寻 真丽子和小薰 都是肛葬和鸡蛋的孩子 那天晚上 一家人都沉浸在真丽子婚礼的喜悦之中 不料真丽子在自己的屋内 独自卸妆的时候 突然间怪起了一阵猛烈的妖风 引得真丽子大声惊叫了一声 众人纷纷闻讯赶到真丽子房间 结果发现真丽子早已不见了踪影 屋内只留下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真丽子已经被掀起给了鬼面 众人于是冒着大雨 四处寻找真丽子的下落 最后在村里的一条小鹅中 这才发现了真丽子的尸体 直见她的身体被死死的 绑在一块门板上 胸口插着一把尖刀 并且身旁 还放着一个布满血污 唯一可怕的鬼面具 随后不久 大侦探夺了尾巴内 应好友钢脏的邀请赶来这里调查此案 结果在巴士上 巴内也偶遇了那位神秘的巴脸画家 当时画家携带的陀螺有些特别 除此之外 巴内也并未太过在意此人 后来宇宫钢脏和妻子戈江 向好友巴内介绍了女儿的命案 戈江还特别强调 出现在真丽子身边的鬼面 还是他们家的藏品 就在这时 本地的警长也正在调查 这起诡异的命案 警长随后查明 就在案发时 有个巴脸画家突然在宇宫家出现过 此人名叫日向太郎 下属还发现了他的一幅画作 那是一幅村里漠房的水彩画 血红色的夕阳看起来颇为诡异 探长就此断定 这位鬼鬼祟祟的画家 很可能就是命案的真凶 但神探巴内却对九两的猜测不以为然 他随后亲自来到了那个漠房 果然在这里看到了一个神秘的男子出入其中 在漠房的内部 巴内还发现了一些血迹和那个画家的陀螺 随后巴内一路尾随那个神秘男子 来到了一家女子学校 结果还没查清这位神秘男子 却发现他早已遇害身亡 后来巴内从校长这里得知 这位男子是学校的一名亲杂工 但此人不善社交 人们只知道他早已离职 其他方面知之甚少 就在这时一个老师突然大喊道 有个学生的疯病突然发作 巴内于是跟着校长赶紧来到教室 一探究竟 结果发现这个发病的学生 正是羽工家的小女儿小玲 后来在一个夕阳格外红艳的黄昏 千群独自一人来到了那厨墨房 巴内这才得知 原来千群小时候 经常跟着母亲来这里玩耍 那时千群就很喜欢这个地方 并且她的母亲后来也死在了这个地方 巴内于是逃出了那幅巴脸画家的画作 画中飞红的夕阳美景 正好就是此时此刻这里的景色 巴内不禁感慨道 一个能将风景画得如此传神美丽的人 他的心灵一定十分善良 绝不可能是个杀人凶手 后来有一天 家中的一个老夫人告诉千群说 其实除了那个巴脸画家以外 村里曾经还有过一位画家 那还是很多年前 那个画家到村里写生 当时就住在那个墨房里 但不知何故 后来那人突然不告而别 离开了村子 千群本欲追问下去 但老夫人说 他对此也置之甚少 不过当时墨房有个主人 是他将墨房做给了画家 他应该知道一些 只是可惜那个老太太 后来也离开了村子 不料就在那晚 千群的三位小薰 正在摆弄他酷爱的机械人偶时 他突然看到那个巴脸画家 恶然出现在自己的房间 小薰当即被吓得惊慌失措 本能的夺门而逃 结果两个人影 死死拦住了小薰 并将他掏进了一个绳索 随即两人发动了机关 小薰最终被机关 吊死在物量之上 看到这惊骇的一幕 众人都被吓了一跳 宇宫钢脏也受了不少打击 差点就昏远了过去 随后警长闻讯赶来 在小薰的身旁又发现了一个鬼面 并且在案发现场 警长还发现了一条 大小姐千群的项链 随后当半内赶来时 警长就此颇为自信的推断说 看来事情已经明了 千群作为宇宫家的长女 她的嫌疑最大 因为她的四妹小灵 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并且伤起年幼 只要除掉二妹三妹 千群就成了宇宫家 唯一的继承人 并且提前设置好 这么复杂的机关 也只可能是内部人员所为 当然半内从不听信他人的推断 他只相信自己找到的证据 随后从小薰指尖的血迹来看 他死前一定和凶手 发生过激烈的争斗 后来在小薰的葬礼上 女校的一位老师 引起了半内的注意 半内发现此人的手臂 刚刚受伤 有些行动不变 但就在几天前 小薰发病时 那位老师的手臂还完好无损 这不禁让半内怀疑 这位老师似乎和连环命案 一定有些关联 几天之后 半内改头换面 到那个学校 当了一名亲杂工 经过他的调查后 果然发现 这位老师非常可疑 就在老师家中的地板下 竟然藏着一具尸体 正是那位巴脸画家 并且尸体的旁边 还有一张和画家容貌 一模一样的面具 后来有一天 香薰找到了一幅 母亲留下来的画像 这幅画像的作者 正是那位 早已离开村子的画家 日向车 这不禁让人想起 那个喜欢画模仿的 巴脸画家 名叫日向太郎 就此看来 这两个人之间 一定存在着某种联系 不料提到这个名字 千群突然一息的 想起了一件王室 原来在他小的时候 母亲经常带着他 到模仿玩耍 当时除了母亲 还有那个和母亲 关系较好的画家以外 就有一个和千群 差不多大的小男孩 经常跟着那位画家 这时半内突然在千群屋内 发现了一个 小小的彩虹陀螺 千群高兴的说道 这个陀螺 正是母亲当年 送给他的礼物 后来半内 经过对比后发现 千群的陀螺 和画家太郎的陀螺 原来一大一小 正好是一对 后来有一天 千群终于找到了 那位末房的主人 但面对千群的询问 老太太显得非常紧张 不愿提起那些王室 结果就在这时 突然传来几声枪响 老太太当场 重担身亡 还好半内伪装成的司机 他一直在暗中保护千群 这才赶走了那帮歹徒 救了千群一命 随后不久 那位杀害小薰的老师 又突然被人杀害 半内于是继续作为杂工 在学校深入调查 结果果然发现 学校的校长竟然和 肛脏的妻子戈江关心暧昧 最终半内提取了戈江的指纹 结果果然有了重大的发现 不料就在那时 千群突然被两个男子劫持 那两个人对着千群说 只要千群一死 羽工家就会后继无人 走向毁灭 就在两人正打算动手时 那个早被他们枪杀的老太 突然现身 那两个人作贼心虚 还以为自己看到了鬼魂 随即被吓得逃之夭夭 当然这位老太也并非鬼魂 正是神通广大的 百变神探多罗维半内 此时半内早已提前 从老太口中 查明了千群母亲的那段往事 但因为担心打草惊蛇 他一直在等待凶手孤注一致 自己露出马脚 不想果不及然 真正的凶手越来越急躁 或许马上就会浮出水面 事已至此 半内也索性告诉了千群 他母亲的那段往事 原来十几年前 千群的母亲基带 和画家日相册坠入爱河 但可惜的是 当时画家早已有了一个年幼的儿子 他就是后来的那个 八脸画家日相太郎 那时基带的父母 自然不愿让一个带着孩子的画家 露坠到他们这样一个 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大家族 最后这对恩爱无比的情侣 生生被基带的长辈抱拿鸳鸯 基带最后被逼着嫁给他一个 很有商业头脑的丈夫肛脏 但两人结婚时 基带早已怀了画家的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千群 后来结婚几年后的基带 依然无法忘怀自己的恋人 他一有机会 便会带着千群偷偷来到墨房 看望画家父子 他们一家四口在墨房的这段短暂时光 就成了基带生活中最大的快乐 但是后来 丈夫肛脏还是发现了基带 和那个画家之间的秘密 愤怒的肛脏于是杀死了基带 并非而将他的尸体 保在了墨房的水车上 随后肛脏又火动自己的心腹 将画家父子 骗到了家族的酒厂 最后一把火烧死了这两个人 最终将这段家族丑闻彻底掩盖 但他没有想到 墨房主人后来从大火中 救下了画家的儿子太郎 好在太郎并无大碍 只知脸上留下了一块烧伤的疤痕 与此同时 话说幕后的元凶果然如半内所料 他们早已急不可待 准备孤注一掷走上台前 原来这些人正是当年协助肛脏 烧死画家的那些心腹之人 其中为首的就是那位女校的校长 他曾经也是大户人家出身 但他家族的一切 后来被宇宫家夺走 父亲也因此羞愧自杀 从此他便发誓 将来一定要向宇宫家复仇 后来他和刚藏的妻子 各将相好 便打算联手都会属于自己的产业 本来他们手里 含有各家的小女儿小灵这张牌 也不急于一时 不料刚藏后来 打算将家族的所有产业 交给陆队女婿掌管 这下他们不得不先下手为强 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所有发生的血案 其实都是校长和各将的阴谋 并且这些天 各将给卧病的丈夫服用的药物 全都是能够导致 人的神经和精神 发生病面的慢性毒药 最后各将打算 再喂给丈夫一副药物 彻底摧毁她的心智 不料就在这时 小女儿小灵突然冲了出来 拦住了母亲 小灵为了保护父亲 随即和母亲爆发了激烈的争执 结果最后那幅积带的画像 突然坠落 正好砸中了小灵 各将的阴谋尚未得逞 却反倒先害死了 自己唯一的女儿 肛藏见此更是怒不可遏 随即取出猎枪 就要杀死妻子 结果一个寺院住持 扔出一串念珠 打断了肛藏 随后肛藏又身中一刀 最后还是通过机关 夺到了一处家族禁地 结果在这里 千群早已功后多时 这时的千群 性情也非常复杂 他原本和父亲肛藏 关心很好 到死都不相信 竟然是这个慈祥的父亲 杀死了他的生人父母 面对千群的质问 刚当羞愧难当 不敢承认这些罪行 就在这时 众人也追到了这里 企图将他们妇女一并解决 别人也倒罢了 看到自己宠溺的妻子 也对自己斩尽杀绝 刚当越想越是难以置信 越想越是出息的愤怒 他随即不顾自己死活 拔出身上的尖刀 杀死了妻子戈将 当然最后 刚当也被校长一枪击中 当场毙命 就在众人随后打算 解决掉千群时 埋伏多时的伴内 突然现身 他随即使用 无限子弹的双枪 一通猛射 最终彻底支付了众人 随即伴内 一无一失的 将整个案件 梳理了一遍 最开始真理子的死 施校长派人 活同鸽江 理应外合所为 后来警察无意间查到 那个八脸画家 正好那时 在羽光家出现过 其实当时 那个画家太郎 是看到千群后 想起了童年的往事 他这才好奇的 跟随千群 溜进了羽光家 没想到 他的无心之举 却为自己招来了祸事 随后校长 派那位学校的杂工 在末房秘密杀害了画家 并将他的尸体 藏在了老师 谬美的家中 他本想以此混淆诗听 让那个画家 背负起真理子命案的黑锅 后来因为害怕 那个杂工说出实情 校长又亲手 杀死了那个杂工 随后校长 又派明媚老师 和他的哥哥 伪装成那个画家 杀死了小薰 并且布置现场 误导警方 将警方怀疑的目标 引到千群和画家身上 但后来那个老师 担惊受怕 校长害怕那个老师 顶不住压力 投案自首 他便又掳法炮制 亲手杀死了那个老师 随后校长 为了掩盖自己 曾经帮羽工 烧死画家的罪行 他又派人杀死了 那个唯一知道 这个秘密的幕房主人 他以为一切 做得滴水不漏 但可惜碰到了 多罗伟半内这个神探 半内说完以后 警察也事实出现 将所有人全部逮捕 电影的最后 千群再次来到了 那个幕房 他烧毁了母亲的画像 和那对陀螺 祭奠他的亲生父母 和他同父异母的哥哥 日向太郎 同时也祭奠父母那段 美好又悲弃的爱情 就在这时 半内留下了一封手书 劝解千群 不要因此而心生恨意 他应该走出这些阴影 前路漫漫 有广阔的天地 等待他去追求 千群对半内的话 甚以为然 好像也有点喜欢上了 这个神探 电影也到此结束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死亡 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